蓝鞋重罚杜丰 近赛一场罚款5万元 杜丰被驱逐引争议 赛后广东南篮赢两个坏消息 杜丰脸色挂不住了 北京时间3月14日下午 CBA官网公布了重磅罚单 蓝鞋主席姚明公布 对广东南篮主教练杜丰的处罚 目前CBA联赛第三阶段的比赛 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目前浙江南篮、广东南篮、辽宁南篮 排在积分榜前三的位置 这三支球队都有总冠军实力 我比较看好辽宁南篮获得本赛季的总冠军 广东南篮昨天迎战山西队 山西队是传统的弱队 因为两支球队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 所以本场比赛没有什么看点 是杜丰练兵的好机会 但是本场比赛让球迷争议 因为比赛中出现一些不和睦的情况 比赛过程中广东南篮外援马上 第二届投篮的时候 被山西队球员恶意犯规 导致马上摔倒在地 而且裁判员无视 广东南篮主教练杜丰 大骂对方球员裁判员 直接给杜丰技术犯规 杜丰更急了 裁判员球员多次拦住 但是杜丰更急了 裁判员直接给杜丰第二个技术犯规 而且取消本场比赛的执教资格 其实归根到底 马上是目前广东南篮的栋梁 而且马上上个赛季伤病 这赛季终于回来 杜丰就是担心马上再次受到伤病困扰 就在今天蓝鞋公布罚单 CBA公司很快就给出了官方回应 对杜丰干扰比赛开出了罚单 至于裁判的判罚 杜丰被禁赛一场并罚款5万元